男人在浏览颜色网站时 意外发现女主竟是自己女友 而且正在现场直播 着急的她急忙给女友打去电话 然而由于两人刚刚吵过架 电话被女友无情地挂断了 幸好在她不断地拨打电话下 女友只能以上厕所为借口 然而在她短暂离开期间 直播间的主播竟拿出一瓶神秘的药水 声称只需几滴就能让人对她言听计从 男人在直播间中看到这一幕 心急如焚 幸运的是女友终于接通了电话 由于男人浏览不良网站见不得光 她不敢说出事情 面对于无伦次的男人 女友直接挂断了电话 男人感到崩溃 但她没有放弃 不断地回拨电话 然而女友再也不回应 就在这时 主播递给女友那杯放了药的水 当他们碰杯之后 女友突然迟疑了 她想起了男人的警告 最终放下了那杯水 尽管女友没有喝下 网友们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一个剧本 男人并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 她只希望女友能安全离开 但面对自己打来的电话 镜头前的女友再次挂断了 凭借主播的巧舌如簧 女友逐渐卸下了防备 配合地喝下了水 看到眼前的一幕 男人之下彻底崩溃了 不出所料 女友很快就感到头晕目眩 网友们见状纷纷开始疯狂地打赏 不断催促主播加快进入正体 随着女友彻底倒下 崩溃的男人恢复了理智 连忙想要报警 可他不能将自己浏览网页的事情告知警方 只是不断地让警方追踪女友的手机定位 结果就在这时 主播竟开始对女友动手动脚 屏幕前的男人再次慌了 而主播却满面春风 表示接下来要支付费用才能观看直播 想要继续看的必须充值300块 没有充值的将会在一分半后 被自动踢出直播间 看着如今任人摆布的女友 一些网友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充值 男人为了确认女友的安全 只得按照要求充值 不到一分钟 数量很快超过4500人 此话一出 绑一大哥开始打赏 提出更刺激的要求 让主播拿着女友的手机 给通讯录里的任意一人打电话 借此来看看对方的反应 下一秒 男人的电话响了起来 为了再次通话 男人只好给主播打赏了10万块钱的礼物 要求主播再次将刚才的电话拨打回去 这一次 男人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请求主播放过他的女友 然而主播却不相信 以为这只是粉丝的恶作剧 面对主播的不信任 男人无奈地把自己和女友的合照 上传到直播间里 主播直接挂断了电话 并表示听从粉丝们的建议 此话一出 直播间瞬间打赏不断 催促主播继续表演 主播也表示自己非常充分 直接将女友的钮扣一颗颗打开 还慢慢脱掉了他的丝袜 随着快门声响起 直播间的热度瞬间被推上了高潮 眼见事态愈发严重 男人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他拿着笔记本飞快前往警局报警 与此同时 男人的个人信息也被网友人肉 但他顾不上这些了 急匆匆地跑到了警察局门口 显然这一切 全都在主播的掌控之下 为了保护女友的声誉 男人最终只能放弃了报警 等他跑回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挡住了摄像头 因为他意识到 他的一举一动可能被对方监控 可还没等他喘口气 主播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 随着皮鞭 铁链 蜡烛等各种道具的出现 男人顿感万念俱灰 只见女友被迷云躺在陌生的坏镜中 主播一边将玫瑰花摆放在女友胸前 一边在女友头上做特殊标记 然后将小刀放在女友手中 对准了她的脖子 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诞生了 之后主播还拍下了几张美丽的照片 紧接着 就到了数万网友最期待的重头戏了 只见灯光投射在中央 主播缓缓地退去了女友的外套 男人焦虑地看着直播中的女友 但他无能为力 直到主播放下了罪恶的相机时 男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主播竟声称要把私密视频 发送给榜一大哥 这下男人更加慌了 为了阻止女友的视频流传 他不得不拼命地充值 将全部身家的30万都打赏给了主播 可没想到最后一刻 还是被其他人超越了 此刻男人感到空前的绝望 他发誓一定会找到主播送他见太奶 对于这种威胁主播很是不屑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试图恳求榜一大哥 把视频让给他 然而榜一大哥根本不差钱 好在男人不断地苦苦哀求下 榜一大哥松口了 答应以500万价格卖给男人 但此时男人已经身无分文 在他范畴之际 家里门领响了 是他的富二代朋友眼镜 男人二话不说 急切地从眼镜手中夺过手机 要给榜一大哥转账 眼镜连忙劝说男人不要急于行动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先冷静下来 可下一秒 主播竟然展示了女友怀孕的超声波图像 这下男人再也听不进去了 直接用眼镜的账号支付给榜一大哥500万 眼镜非常困惑 很快录像就发了过来 但男人不敢点开 而是将其扔进了回收站 随后男人将连线录音关闭 让兄弟眼镜赶紧去报警 可眼镜拒绝了 还劝男人换个女友 说如果报警 这将使他们私下偷看偷拍视频的事实暴露 会成为终身的污点 可此时的男人根本就听不进去 与此同时 主播再次爆出了两条爆炸性消息 原来女友根本没有怀孕 一切都是骗男人的 而第二条消息是 主播在女友手机里发现 有第三人在半夜偷偷发过消息给他 而这个人叫老王 正是男人第二个好兄弟 得知一切真相的男人勃然大怒 而此时 老王恰好来到了男人家 男人没有多言 直接向对方一顿拳打脚踢 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随后上头的男人直接拿起棒子 疯狂地往老王身上砸去 很快老王在无声息 这一幕让屏幕前的主播很是震惊 随后男人跑到电脑前表示 刚刚自己杀了人 而观看这场直播的所有人都是共犯 此话一出 直播间人数直线下滑 男人表示只要放了自己的女友 他会独自一人抗下所有的罪行 随后给了主播30分钟的考虑时间 主播听后明显是有些慌了 而男人说完再次把摄像头挡住 并把连线的声音关掉 原来闲钟早就给老王发送信息 让他协助自己演戏 为自己的计划增色 由于他们经常合作制作短视频 拍摄这样的段子吸引眼球 所以他们的演技非常逼真 可男人明明已经遮挡了摄像头 为何主播还是能识破他们的计划呢 这时男人突然想起 女友送给了自己一个闹钟 当他拿过闹钟仔细检查后 竟发现了闹钟里面藏着一个摄像头 原来男人的女友和主播才是一伙的 得知被揭穿的女友也不装了 而女友之所以和主播一起策划了这一切 目的是要向在线观众传达一个信息 自己的亲妹妹和主播的妻子 被一群混蛋抓走了 被迫去拍摄视频 还开直播赚取流量 最终他们无法忍受羞辱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观看灰色直播的网友 竟没有一个人选择报警 反而还乐在其中成为了这群混蛋的帮凶 于是为了惩罚这些网友 他们通过IP地址找到了每个人 并免费送给他们一个内藏摄像头的闹钟 很快 屏幕上出现了很多网友的录像 而这群人里 其中就包括了男人和他的几个好兄弟 在今天的测试中 4000多人里 只有男人一个人合格 剩余人的录像将会被公开发布在网上 可笑的是 在这些人中 也不乏一些社会高层人物 相信这次事件必定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有违法者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一事件也是一个警示 提醒人们要遵守法律规定 不参与不正当活动